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菲律宾的政府列为恐怖分子 我们台湾的许多阶层组织 是受贿于这些菲律宾朋友的 停止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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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政府现在 正在无所不用其极的 打压运动团体 想要屠杀各种运动者 他不久之前 他公布了一份600人的名单 他说这600人都是恐怖分子 可是其实这600人 是菲律宾各种社运团体的 领导者跟干部 里面包括了前国会议员 包括了很多的原住民领袖 为什么要这样子 用屠杀的方式 这样对待菲律宾的议员人士 其实菲律宾这一两一年多以来 用所谓的反毒战争 用所谓的戒言令 这样的口号 作为对于运动团体的打压 今天我们台湾的这些团体 再也看不过去 再也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决定站出来 对于美国 对于菲律宾政府 做一个强烈的抗议 菲律宾政府用反毒战争的名义 屠杀了这么多人 然后对于原住民族 强迫的迁移 那事实上 真正的大毒枭 全部都逍遥法外 被杀死的 全部都是 平无利罪之地的平民 这就是反毒战争的真相 包括顾在地的儿子 包括是前市长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被关 全部想要反外 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台湾人吃饱闲闲 在这里抗议MACO 我们抗议不只是MACO 更是一种压迫人权 掠夺土地 为了私利 而剥夺所有人生活权利的价值 在这个六百多名的 所谓的恐怖分子名单当中 有许多是我认识的 合作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当时我们带着 世新大学生涯研究所的师生 一起到菲律宾参访了许多 他们来自基层 包括妇女 劳工 都市平民 原住民等等组织 而之后 我们进行各项的交流 包括每年 我们带着台湾原住民部落的朋友 学生 到菲律宾Cordiella地区的 每年一度的Cordiella Day 去了解跟学习 这些人是恐怖主义吗 是恐怖分子吗 我要说的是 其中几位 具有指标性的朋友 其中一个是 Peter Luby Peter Luby是谁呢 他在马可市时期 就因为反对马可市的 独裁政权 而被抓 他在监狱里被强暴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害怕 他直到如今 还是在为基层工作 基层组织而奋斗 也因为他的努力 菲律宾的草根的 妇女团体非常的强大 在六百多名的名单里面 有非常多 草根的原住民组织工作者 尤其是CPA Cordiella People's Alliance Cordiella人民联盟 包括他们历任的主席 包括现任的主席 而这个过去历任的主席 也成为世界原住民运动 最重要的推手 包括Joanne Carlin 她是原住民场社论坛的推手 也是目前联合国 全球永续发展 这个议题里面 原住民核心团队的成员 还有VT Taudic Corpus 她是现任联合国的 原住民议题的 特别调查员 特别报告员 在资本主席的危机当中 我们贫富差距越来越巨大 底层的人民 唯有起而抗争 才有生存之路 也因为这样子的危机 越来越大 他们必须要各种激烈的手段 来打压 各式各样的抗争 来自底层的抗争 因此我必须要说 今天菲律宾这么做 攻击 威胁 这些主动工作者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 我们今天 抗议MACO 抗议菲律宾政府 也包括抗议台湾政府 以及所有 世界各地 压迫人权 只为了他们个人利益 为了他们积极利益的 所有的政府 尤其去参加他们的抗地队会议的时候 在他们的原住民身上 我看到了一种坚韧 看到了一种 对生命期盼的那种毅力 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有一天 你在跟你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菲律宾朋友聊天的时候 在下一个年度 你去参加会议的时候 突然他不见 然后受到国家的迫害 各位 你可以想象 直到现在 当台湾在提到228事件的时候 在菲律宾 还有在发生228事件这种事情 有人正用他们的生命 在做努力的时候 正慢慢的失去 我要呼应 菲律宾政府停止杀戮 菲律宾政府 不能用任何的名誉 去伤害那里的人 菲律宾在东南亚国家中呢 是最多的无家者 以及最高失业率的国家 这些都市里面的贫困民众 他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的艰难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串联起来 希望可以为自己奋斗 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但是杜特地总统 去用暴力恐吓 以及独裁 来回应他们 我们在菲律宾的友好团体 卡达买 他们是在菲律宾的都市平民组织 他们在去年呢 发起了大规模的占屋行动 他们占领了数以千计的 前置的公共住宅 这个行动是凸显了 菲律宾政府住宅政策的荒谬 政府居然让10万的公共住宅 充治了七年之久 这些没有人住的房子 甚至已经都开始腐烂 已经开始腐朽了 但是菲律宾却还有许多的人民 没有一个房屋可以居住 同时杜特地政府呢 发布了Build Build Build 基础建设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 可能会导致20万的都市贫困的家庭 失去他们的家园 政府就是让无家可归人数上升的始作俑者 他才却持续的在剥夺贫困人民的 民主自由 也包括说刚刚许多团体提到的毒品战争 和明达纳尔的戒言 也都是针对贫困人民的压迫 台权会是一个长期在台湾倡议要成立一个普罗巴黎原则 也就是一个独立不受政治力干预的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在台湾 那所以我们也加入了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组织叫阿尼 这个组织呢是东南亚各个NGO一起组成在监督跟促进各东南亚国家的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区域的网络 我上个月才到这个尼泊尔去参加阿尼的年会 那来自菲律宾的这个代表Rose的女士呢 她忧心忡忡的跟大家说 菲律宾的国家人权委员会面临极大的危机 所以她希望各国代表回到各国之后 可以到菲律宾住各国的这个使馆或代表处去表达关切 菲律宾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它不是一个民间组织 它是一个具有宪法地位的国家单位 人权委员会的主席 Jaz Khan这个辩护律师呢 他开始关切 反独战争中其实有两位 未成年只有17岁的平民 遭到屠杀 他于是开始展开调查 去批评这件事情 结果杜勒丽总统怎么说 他说你这么关心 未成年的男童 你是不是有恋童癖 前人权委员会的主席 一位拉拉女士 她也是很早就关切 菲律宾的反独战争 她现在人在哪里 她现在人在监狱当中 她也被罗知了 她持有毒品的一个罪名 也成为了一个政治犯 再来更荒谬的是 这个具有宪法地位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她在去年遭到众议院 大幅三减预算 她本来有几亿的批索的预算 现在被删到指正 一千批索 一千批索就是相当于 只有六百块台币的年度预算 唯一可以监督批评国家机构的 这个单位 现在遭到这样子的处境 甚至杜特地也一再的说 她想要修宪 被除国家人权委员会 可见杜特地她是开始对人权的这个价值 展开全面的战争 我们现场的会议院下来接宣言书 请你来自立的吗 请你来自立的 Phillips in the Philippines Stop the k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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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Philippines We hope you can really convey our strong condemn and protest Agains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